美国民主党众议院领袖哈吉姆·杰弗里斯等国会众员此前表示 如果俄罗斯在队伍战争中获胜 美国需要出兵干预 克里姆林宫还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官员 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 莫斯科可能打击乌克兰境内外的任何英国军事设施进行报复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州长表示 周一早些时候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的两辆汽车 造成6人死亡 35人受伤 为防止俄罗斯袭击北约东翼的波罗的海三国 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一到访拉图维亚 与三国领导人协商 共同推进武器和防空系统生产 并视察了德国在立陶宛的驻军 捷克 爱沙尼亚 德国等国还明确表示 将不会派官员参加普京5月7日的总统就职典礼 德国外交部周一还谴责莫斯科 网络攻击其国防和航空航天工业 并召回驻俄罗斯大使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